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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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再加上130乘上一个由年金求限值的换算过程 实际上的话也就意味着说 把两次建设共六年的等年金换算成为限制 其计算结果是40.8万元 由于B方案的竞现值大于A方案的竞现值 所以B方案优于A方案 那么作为最小公倍数的方法 是通过人为的延长研究期来达到生命期相等的 那么第二种方法我们要介绍的是竞粘值法 竞粘值法是对生命期不相等的护车方案进行比较是用到的一个解明的方法 它是通过分别计算各方案竞现金流量的等额粘值并进行比较 如果我们仍以刚才最小公倍数法中间所举的例子 用竞粘值法来比较这两个方案的时候 由限值求年金的换算系数 也就意味着说 要把最初的投资300万元换算成为等年金 然后再加上每一年的竞现金流量130 所以A方案的等年金为9.37万元 那么同样作为B方案来讲 仍然是把第一年的100万元 然后换算成为6个等年金 然后再加上每一年的竞现金流量50万元 所以计算结果等于27.71万元 既然通过对这两个方案竞粘值的计算 由于B方案的竞粘值大于A方案的竞粘值 所以B方案优于A方案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第三种方法 叫做研究期法 所谓研究期法 就是对寿命期不相等的护车方案 直接选取一个适当的分析期 作为各个方案共同的计算期 通过比较各个方案 在该计算期内的竞粘值 来进行方案的B效 以竞粘值最大的方案为最优方案 其中计算期的确定 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在实际应用中 为解辩其件 往往直接选取方案中最短的寿命期 为各个方案的共同的计算期 所以研究期法又称为最小计算期法 由于该方案涉及到研究期的人为调整 许把寿命期较长方案的 在计算期后的效果影响 以残滞的形式放在计算期末 下面我们仍然以一个例子 来加以说明 AB两个方案的净现金流量 如下表 如果已知 机种收益率IC 仍然等于10% 是用研究期法 对方案进行比学 那么下面所给出的 两个方案 A方案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寿命期为6年 那么B方案呢 寿命期为8年 对于这两个方案 我们取两个方案中 较短的寿命期为共同的计算期 也就是6年 那么假设呢 方案B 在第7第8 这两年的净收益 可等价为第6年末的 1200万元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方案的寿命期 调整成为相通 然后呢 计算其相同的条件下 分别计算两个方案的净现值 其计算过程如下 净现值A 等于 负的550 解去 350 乘上一个 由中值 划算为限值的 一个划算系数 那么这个年数呢 为一年 也就是说 要把第一年的 这个投资 划算成为限值 后面的话呢 是400 也就是呢 二到六年 每一年的 净现金流量400 换算成为限值 这个换算限值的过程 分为两步 一步的话呢 是把这个400 当作等年金 换算成为啊 第二年的 年初的限值 然后再把这个限值呢 当作中值 进一步呢 换算成为 我们项目70点 也就是零年的限值 所以的话呢 这个计算结果为 510.3万元 同样的道理 方案B的 净现值 等于呢 1289.3万元 那么由于啊 B方案的 净现值 大于A方案的净现值 所以呢 B方案 优于A方案 最小工备受法 是通过方案重置 达成可比性 但是呢 重置后的 整体方案 通常已不再次 常规投资项目 那么投资回收期 内部收益率 在这种条件下 它的解 通常是不为一的 因而呢 导致这些方法失效 只能用净现值法 进行笔选 净年值法 是利用了重置前 方案的净年值 与重置后 整体方案的净年值 相等的规律 可以解化计算 但是呢 也同样 只适合于 使用净年值法 这个指标 来进行方案逼选 研究期法 则是通过 人为设定计算期 以保证方案的可比性 调整后的方案 一般不会改变 其常规投资项目的特征 经过调整后 方案在时间上也可比 因此可以使用 工程经济学中的 四个常用指标 特别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相对于 最小功倍数法的 调整思路 研究期法的 调整思路呢 属于逆向思维 这种思维方式 更是值得大家 高度重视的 仍然以刚才所给出的 两个项目 笔选的例子 经过研究期法调整后 转变成 寿命期相等方案的笔选 作为本节的思考题 请大家完成 用静态投资回收期 动态投资回收期 和内部收益率指标的 笔选分析 大家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这就是本节 所要介绍的内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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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